佛法只有一个根本法 叫三根本学 所有的门派 无论净土宗密宗 还是律宗 所有的宗派 无非就是一个三根本 三根本学里面 第一是什么 建 第二是什么 定 第三会 佛法离开戒定会 不是佛法 因为这是三根本 三根本就是这个样子 才长着佛的样子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那他就不是佛 很简单 三根本学 任何宗派 任何修行者 正法 不管他现在是贴了佛的标签 还是贴的是别的 一个修炼派的一个标签 他有没有这三根本学里面 你看这些组织 我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也好 了解到的 包括在新加坡 包括太多了 现在乱七八糟 那么有的声称 他是外星人来了 他本身就是外星人 他教的东西 就是外星的东西 有的人来问说 老师 他是外星的 应该比我们地球更高 我说他是外星的 再高 他也是六道 对不对 外星 他不是出了六道轮回的佛菩萨 佛菩萨是什么人 是不可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外星人有没有形象 他都说他是外星人 他不就长那个样子吗 所以是你被他忽悠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正法弟子 要护持正法 护持正法 护持谁的法 释迦牧尼的法 以法不以人 不是护持张卜生的法 如果是张卜生有法 这个是个大魔头 所有的说 我已经是怎么厉害了 我怎么厉害了 你只要一听他说话 老是带我字我字我字的 这个人的我执没有放下 明师 日元明的明师 教给你怎么去扎自己的根 怎么长自己的树干 怎么开自己的花 怎么接自己的佛果 虚明的老师是要你去崇拜他 赞美他 夸他 而你不能成佛 这是一个正法 一个邪法的根本区别 也就是一个师父不教给你 怎么成佛 你跟他没有用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鉴别 所以我再也不要讲说 细分哪些是什么 哪些是什么 尤其西方来的 这个没有传承的东西 大家应该不要学 你要学一个东西 一定要问传承从哪里来的 你比方说问张老师 那你的师父是谁 你师父的师父是谁 那一直追下去追到释迦牟尼 那根儿找到了 好了 我跟你学 不是 这是我发明的 我昨天睡了一觉 我就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我现在教你们 这个挺好 精神病 所以我们现在精神病患者太多了 都开门教学 新加坡特别多 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 这个那个 很多就是洋人来教 洋人来教 我说他懂佛法 他不懂 说不用 他做了一个梦 人家就开始教了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根 不要这么去玩了 完了我们人生难得 这个太珍贵了 这个不好玩的 我们修秘法的人知道 那师父要最后经过几个大德 他自己都不给你认证 是因为你是我教出来的 说我给你认证 这个师父都担心 我偏爱你 因为你太孝顺我了 他又拍我的马屁的 流血拍 所以我永远被你糊弄 所以我不对你考试 他找几个大成就者 来对自己的弟子考试 认证 他的禅定功夫到什么地方 他的心印法门到什么地方 他的心本体找到了没有 那么他的正量到底在什么层次 所以师父们这些大事心 都有他心通 所以你在正的过程中 你在定的过程中 你什么起心动念 你的思维怎么走的 你的能量到什么程度 你的光到什么 他每一个都要做详细的记录 几个指标 最后好 这几个大师 最后拿出资料来 对 你的是什么 他的资料 有个评委会 最后一看 这八个师父都说他曲线 心波曲线 呼吸频的曲线 最后 说这个都一样了 这八个大师都认证 这一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大成就者 佛法是科学 它跟齿轮一样的 你要一丝一丝一丝的扣上去 才能良好的循环 良好的成就 步步的成就 一丝扣不上了 脱了 就完蛋了 就卡住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今天 以什么大我 造物者 神 一切万有 高灵 这些 这些都是蒙人的 都蒙人 那么真正的师父 他是什么人 他一定会告诉你 他是个人 他没什么了不起 释迦牟尼也是个人 他一定也不会去神话释迦牟尼 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他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 释迦牟尼能成佛 当然我也可以成佛了 对不对 谁说佛说的 佛说人成佛即成 那么我是个人 人生难得 我当然有机会成佛了 那么我怎么去成佛 我循着释迦牟尼的教法去做 做什么 戒 定 会 就这三个根本法